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吃多点可以加多一点或减少 现在开始煮这个午餐 牛肉正在炒至熟 让它多出一点油 我买过牛肉就是这个 82%的肉 18%的肥 选择最高的肥 18%的肥 现在已经出了很多油 一边炒一边炒一边出 出至差不多油 我们可以在中间 放些蒜蓉 放入蒜蓉 和洋葱 爆香的蒜蓉 洋葱 很香 爆香的蒜蓉洋葱 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下完蛋了 下面再将蒜蓉洋葱 放入蒜蓉和冰箱 为什么我不将蒜蓉洋葱 放放入蒜蓉洋葱 因为我想先把牛肉 ceremon放油 然後再爆點蒜頭洋蔥 其實也是一樣的 然後我就有些咖喱粉 這隻咖喱粉 因為我本人不喜歡吃牛肉那麼鬆的油 所以我就喜歡加些咖喱粉 大概半個湯匙 隨你喜歡 你喜歡多少都可以 不夠就可以再加多一點 我們又可以把這些瓜放進去 又炒一炒 炒熟些瓜 加少許水 因為那些瓜始終有少許水 才容易熟 加些薄筋 加大約2茶匙左右 炒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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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西蘭花可以煮軟一點 因為如果太硬 就是未熟的 大概1、2分鐘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又把它拿起 把西蘭花 把西蘭花倒在一邊 這個西蘭花咖喱牛肉 就煮好了 我們可以在表面那裡 加大約1茶匙 加大約1茶匙 的乳酪 乳酪 和其他芋 就會融在西蘭花上 放在西蘭花上 我早上在冰箱中 拿出一些芝士的碎 我亦可以放在西蘭花上 和牛肉的上面 一會兒熱力亦會弄得融化 這個 咖喱牛肉西蘭花 Suchini 午餐就完成了 剛剛煮完餐 跟大家介紹 藍莓椰漿 杏仁奶 材料主要有 急凍的藍莓 大概半杯 有鮮忌廉 椰漿和杏仁奶 首先把急凍的藍莓 倒進攪拌 這個杯裡 然後倒進去 然後倒入兩個湯匙 忌廉 如果大家喜歡吃 比較濃稠 可以用三個湯匙 也可以 然後 放入椰漿 大概1湯匙 大概1湯匙 放入材料 之後再放杏仁奶 杏仁奶 倒入200-250ml 一杯就夠了 然後 扭上蓋子 放在攪拌機裡 攪拌 我通常攪拌的時候 會是 攪拌15秒 然後 會停一停 停一停之後 我會再攪拌兩次 然後 那些材料才會比較均勻 然後 我會把奶色倒進去 這個酒杯裡 如果大家有些雞尾杯 或者更漂亮的杯 也可以用來裝 然後 加些裝飾 例如葉 花 放進去 這杯藍莓 杏仁奶 就完成了 今天煮這個 咖喱牛肉 西蘭花 夏蘭瓜 又完成了 配上這杯 藍莓 椰漿 杏仁奶 你看 色香味俱全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影片 麻煩大家按一下訂閱 訂閱 給我一個讚 然後留言 幫我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今天很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